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进来看一下 满满的人 这个就是芽芋 他这儿的酸奶 我们一会儿要尝一尝 满满的都是人啊 看一看这个 全是甜品 带包装的 这边就是现买的 抢一个坐非常难 走路都很难 全是人 我们再看看橱窗 看一下橱窗里的 里面太挤了 里面的人全部是大包小包的康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软糖 刚刚他们家都真材实料 都加了一些果仁在里面 1864年 各种 雅芋 这是他们家的点心 五颜六色 而且还可以试吃 绝对的火爆啊他家 记住这个logo头像就可以了 这是在伊斯坦巴尔最著名的一家甜点店 因为托尔街很愿意吃甜点 但是店非常多 只有这一家是最最有名的 小小已经拼了好一拼了 流水流了一大把 今天吃痛快 是吧 不是主要他要素太多了 不知道吃什么好 你看看 这边就这么几个椅子全坐满了 而且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 吃完再往家里扛 土耳其红茶 对 这是最主要的是最传统的一个红茶 这个 这种红茶 最正宗的 最中宗的红茶 非常的苦 然后有点像中国的乌龙茶 而且比乌龙茶要苦三倍 应该给他重新起个名字 叫苦茶 苦情茶 好苦 我这个就是土耳其咖啡 他这个咖啡是用一个小壶 我那天买了一个 然后 用那个小壶放在沙子里 用凉水用沙子慢慢加热 加温之后 出来的里面全是这个咖啡粉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玩意怎么喝呢 可能就直接喝吧 因为他里边全是粉 是不是要沉淀沉淀 还是要 要等他怎么样量一量 不然会喝一嘴 这个咖啡渣 但是因为我平时喝咖啡的习惯 我喜欢在咖啡里放糖 但是他这个如果一放糖的话 这个 咖啡沉淀就会浮起 而且他给的时候 信没给勺的也没有给糖 估计就是直接喝了 我尝一口这个咖啡啊 我再喝一口 因为说不上这个味儿了 还真不好说不上这个味道了 还不是那种咖啡的那种 很苦的味道 并不苦 有一种什么味儿呢 有点像一种 那种一种药的味道 有点像一种 好像中国的那种中药 那种 好像小时候喝那种中国的中药 有一种那种中药那种 有一股那种药味儿 并不苦 就是有一种那种 煎中药的那种味道 对就是那种煎中药的味道 很重的中药味儿 这个咖啡喝完之后 咖啡渣别倒点 在土耳其这个拿咖啡是给占卜的 如果倒出来是圆形 就是好运 如果是七星怪状 就不是很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占卜一下 圆形 好运 太稀了 正常比这干 但是我实在喝不下就这些渣子了 所以就这样了占卜 也可能等它干一干再占卜吧 反正占卜之后应该是好运 这个是蓝莓 蓝莓打碎了 然后做成的有点像慕斯的那种东西和牛奶一起 然后因为它蓝莓的量非常大 因为我吃了一口 全部都是蓝莓籽 然后特别特别的纯重 真的是非真材实料 然后上面还有鼻子大使 其实大家就是打碎的鼻子大使粉末 然后做在一起的 简直就是原汁原味 而且特别特别的好吃 这个加大份的水果雅物 我尝一下 先看这个状态 好像有一层这种果冻 一层冻 带颜色的 然后放的是新鲜的 呃 和这个 草莓 然后里边是这个 是块状的 还不是很稀的这个芽物 块状的 然后我们尝一下 我们直接尝一下它这个 这个佐料和这个 这个雅物的味道 啊受不了了 太甜了 太甜了 甜到已经把这个 酸奶的味道完全盖住了 整个吃进去就像一个焦糖一样 整个就像一个糖的这种果冻 就比中国那种果冻 不知道糖一百倍 或者一千倍那种甜度 你想想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住了味道 全部是这种甜 糖 整个就是糖进入嗓子一样 非常 这个受不了 这个真的受不了 现在驴榨介绍一个 这就是 黄泡斯加冬 来尝尝味道 来尝尝味道 这个 在下面的 有像那个 面包的驴里边的 面包碎 嗯 这上面的是黄泡斯 上面是黄泡斯 高费酱 黄泡斯 嗯 黄泡斯的果酱 还要加点牛奶 把这个 牛奶进泡的面包渣是吧 对 好吃吗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这种是用开心果 比斯大士做的饼 然后下面是那个 他们这种 阿拉伯的就是 那种特殊的这种饼 就是说很多很多那甜点里面都用到的 然后上面就是用比斯大士 然后做出来样子又好看 然后口味又好 我先尝一下 嗯 很甜 但是一点就不腻 因为它有比斯大士 趁着它的味 这个很好 确实很好吃 这个就是一个奶油松饼 现在我来品尝这个奶油松饼 这个要提前预定15分钟之后才能上 它下面是很烫的 然后放在一个木质托盘里 我们尝尝它的味道 挺硬的 它能拔丝 完全是那种刚加热之后的这个 起司的香味 非常好 拉丝的 它是在起司的基础上加热之后 在上面放了一层这种 放了一层蜂蜜和这种焦糖 然后在上面又放了一层这些 就是做这种拉丝 拉丝点心用的一些那种面筋 然后刚刚好 正好一层薄皮 又脆又软 又脆又软 而且很有嚼劲 嗯 非常好吃 有一种清蒸的味道 蛋糕叫做 食意就是小蛋糕甜点 我尝一下 我尝一下啊 看样的应该还可以 这个就是那个鸡蛋糕鸡蛋糕 蒸好之后放在这个蜂蜜水或者是个焦糖水里泡 泡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这感觉 然后外面呢 用焦糖再烤一层这个颜色 吃到嘴里也是甜的受不了 非常非常甜 但是它奶油蛋 这个鸡蛋糕的味道还是挺浓的 但是还是糖压倒了一切的味道 然后下一个驴嘎 巧克力的冰激凌驴嘎点的 看看是什么样的 冰激凌驴 有点液了 就是冰激凌吃够了 王小姐炒那些三大块 吃完还吃饭吧 好吃吗 好吃 我们点了一桌子 整体感就一个字 甜 太甜了 这个一共是124块钱 米拉 对是米拉 吃完之后还剩下的东西吃再吃再就太甜了 驴嘎已经呼的说不出话来了 小小免想说我你听声音都不对 我点的两个还不错 还挺好吃的 主要这个太甜了 这个也太甜了 这个也太甜了 受不了 其他的还凑合 好嘞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来品尝一下 对 就是少要一点 主要是我们为大家品尝一下 每种都尝试一下 有点多 其实一个人吃一种是可以的 能够接受 对吧 味道还是不错的 还不错又漂亮 样子做的又漂亮 但是就是主要是太甜了 如果清淡一点的话 吃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总体来说 他们的DESACH有点太偏甜了 所有的这些DESACH里边加的糖分都太多 反而是这个清真的风格 好了 希望大家以后也到这家来尝一尝 好吗 不亲自接一下 感受不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甜点 好 这集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们 拜拜 我是按钮订阅 按按钮订阅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右下角的免费订阅按钮 我们的节目会随时更新 谢谢大家